Yic 歡迎收看 命運好好好 我來收拾 我是何篤磷 我是郭敬宸 好 今天要聊的是上天給的考驗 所以人家常常會講就是說 其實你一定要努力 你如果不努力的話 其實 成功 你所得到的成功 你就不知道說他有多甜 是 對啊 因為成功就是 慕名其妙 他就突然間有了那個機會 那我們現在來賓 他得到果實 跟他的努力也沒關係 那也不就是手氣好 亂講 手氣是一回事 他一直都有去做這個動作 他就有這個機會 那倒是 對啊 你就坐在沙發上面 你怎麼會有機會 我最... 我最討厭有錢人 沒起來 都被人家臉 今天就要訪問他 好 來 來 歡迎我們秘密的老師 舅舅你教我們怎麼可以變有錢人 首先歡迎吳美玲老師 好 來 接下來歡迎康正瑋老師 好 來 接下來歡迎艾麗絲老師 好 來 艾麗絲老師 這位新人是香港人 但是他在台灣發展出照片 我們來歡迎李敏柔 咪咪是不是 來 接下來就是這位 令人討厭的有錢人 辛龍 好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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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上要過年了 祝福大家生意興隆通四海 蔡英廣進大山江 大家賺大錢 發財發財 哈哈哈 錢花完了沒有 哈哈哈哈 沒有 就是要努力了 努力為理想而打拚 像今天來我們酬勞 我也是 也是沒有拿酬勞嘛 哇 裸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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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裸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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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但是我們要來介紹一下 這位朋友 欸 真的是 香港 香港人 然後在台灣第一次發片 但其實他跟台灣很有緣 他創作過很多首歌曲 還有幫王中平也寫了不少國語作品 王中平 是說他太太是余皓然這位王中平 對 沒錯 沒錯 是中平哥 真的 對 是的 哇 來來來 你的新專輯 好 我的首張個人創作專輯叫做對號入座 陳萌我們吳中憲 憲哥的真的是陳萌他的恩典 就是幫我這一張做了這一張的監製 對 趕快送給主持 趕快 好 謝謝 所以季孫姊 是 憲哥 謝謝 好 來 好 我們先來聽 先給我們帶來你們的好聽的歌曲好不好 好 OK 好 來來來來 掌聲歡迎 好 Oh Dear Bola 沉穿著華麗的相依 那白白的起伏 樣子有點無辜 卻是讓人心狂生意 Oh 沒有關係 雖然說我們還沒在一起 我知道生活中有很多很多東西 有那麼你才有意義 Oh 沒有問題 千年一點一點別在意 要知道我願意為了你去努力 終究一點會感到你 因為我每天每刻每個每個每秒像是你 愛你等你讓你在我懷疑淘擠 許的頻率在人口時間都掛著你 在每個情深裡都漸漸地挽著你 成功之中每個細節都關於你 大的笑的好的壞的替你注意 也許你會對我抓抓壞脾氣 不要寂寞 Sorry 只要你真的願意 Yeah 謝謝 謝謝 對啊 雖然我們觀眾朋友對閩蓉並不熟悉 但其實閩蓉在我們台灣的演藝圈 算蠻有人脈 還可以請到吳宗憲 憲哥當監製 是非常幸運的一件事情 剛開始做音樂並不順利是不是 不順利 其實剛開始的時候我是在香港去做一個嘗試 那當時我還記得認識了在滾 我能說嗎 什麼某某唱片 都可以 某某唱片裡面工作的一個工作人員 那他其實是一個收歌賣歌的人 那當時我的想法說好哇太好彩了我遇到他 那我就想說把當時寫的兩首粵語歌曲去拿給他try try 結果一等就是一個月 好那一個月怎麼辦 那還完全沒有音訊 那結果怎麼辦我打電話去問他 那結果等來的卻是一個噩耗般的消息 就一直都他都說他的語氣大概是這樣子的 喂 你的歌嗎 聽了 真的嗎 我不知道你自己在幹嘛 我希望你自己想清楚了 如果再從商業角度來講 你的歌曲的音樂又不夠 catchy 如果說從一個藝人的角度來講 那你的歌又不夠特別呢 等一下 你現在講的這麼討厭的人是台灣人嗎 香港 香港 那請繼續 沒有台灣人非常好真的真的 沒有香港人也很好 不過就是碰巧可能說 現在回想起來其實我還是有點感激他 對 因為他鼓勵了我很多 對 那他到後面雖然說一直打槍一直打槍 就是說最後一句還是說 唉真的就算你要當藝人 以你的外表拜託 也沒有像你這樣子的啊 不如這樣子我給個建議你好了 回回家把枕頭放高一點 想清楚你到底人生要幹嘛 過來的話 我當時真的 香港人講話這麼狠 非常狠 真的我當時因為 作為一個創作歌手來講 其實新的文歌應該會明白 就是作品等於是我們自己親生兒子 對 也就是女兒 啊OK 哈哈哈哈 好啊 音樂類型 音樂類型 好啊 哥哥你要不要來坐這 還好 好 換位置好了 沒有沒有 有錢 有錢人就是不一樣 講笑話大家都要很像 啊 啊 啊 好 就是 唉講到哪裡 就是生小孩 生小孩的問題 小女兒的問題 當時我的心情就是跟自己講 我是不是完了 你當時那兩首歌是想賣歌呢 還是想說推薦自己出專輯 沒錯其實不敢想太多 自己要賣錢 對 都不敢想太多 希望說 這個作品能被發表 對 起碼你的名字會在外面出來了 這個時候 老天爺又給了你另外一個機會 對 所以就命運很好玩 一接到電話 Hello 一個老外 老外 沒錯 換卡的時候 就是一個老外 打來 What's up Kurt 我叫Kurt What's up Kurt 我就別提了 別提了 我現在在車上 我在往內地趕 我說好 那你 他的意思是說 那你到底要不要做音樂 我說什麼樣的案子呢 是一個台商 是一個台灣商人 說要去找一個人幫他寫歌 我說什麼歌 是一首台語歌 台語 我當時我的想法就 台語歌我怎麼寫 這個案子多少錢 這個案子 要講嗎 要講 你口袋只剩兩百多元 只剩兩百多元 你當然 看看這個案子接了 很感恩 其實當時的那位台商 他給了我一千多人民幣 一千多人民幣 對我當時 就一個身價兩百多元 哈利路亞 對 就是這種感覺 真的神的恩 是一個禮物 是一個禮物 對對對 那很不小心呢 就會在這個面試的過程中 講起了上一個工作 怎麼離職的啦 那不小心講太多居家的一些瑣碎了 那最後好像就會告訴他說 那我覺得你可能還沒有準備 要不要回家先帶個小孩先 好 好 好 新龍老師 你有被打槍過的經驗嗎 你的在演藝圈有過嗎 好像沒有 打槍 創作的話 因為我自己專輯是自己寫的歌嘛 所以這個部分倒還好 我自己可以選擇 對 但是如果是打槍的話 在表演的部分確實以前也有過 怎麼可能 你的表演 你的資歷 你的表演絕對勝過你的創作吧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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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因為表演對我來說是 它是一個全方位的展現 創作只是其中的一個環節嘛 就是只是音樂 音樂 對 那在表演的方面 我在國中的時候我就有一個畫面 有一個band 然後我就站在中間演唱 我小時候我就有這種畫面 我就知道我是一個很會表演的人 但是 真正開始上台的時候 當然跟實際上想的情況不一樣 所以你第一次上台是發生什麼情況 我確實緊張了 在國中的禮堂裡面嗎 在 沒有 在青年公園的那個 露天司令台那個嗎 對司令台那個 對 就是阿公阿嬤 對 然後 還有外勞 因為我跟黃子嬌是同學 我們那時候國中的時候 兩個人就上台去 然後呢 他主持我唱歌 這麼小耶 我就唱張學友的歌 我就那個然後我就模仿張學友 然後 國中就模仿張學友 我就模仿張學友 然後就很像 然後 後來就講 欸 模仿張學友很像 那我可不可以模仿黎明 在台上一集醒來 黃子嬌 哇 黎明 我模仿黎明 然後台下的阿公阿嬤 就沒有掌聲了 後來就講 難道是我模仿不好嗎 結果不是 因為黎明唱歌沒有特色 是他的問題 對 那你表演一下 從張學友到黎明 好 我無後退 哪有後期的一切 好像過往的一夜 倒極得流水 啊 啊 黎明 黎明 你不知道 今天是蔣光超來了 國中的時候應該還有毛啦 你真的是 國中 對 所以表演也是這個 它是一個學問 它是一個功夫 要慢慢的淬煉出來 各樣各業其實都一樣 真的 來 愛麗絲老師 我們就來看看十二星座 他在求職的時候 容易被打槍的原因 是真的 老師你知道蔣光超是誰嗎 好像有點知道 我們請來賓 老師你的新朋友觀眾朋友 我們今天參考你的太陽跟上升 來看看十二星座都很優秀 但是求職就是很容易焦慮跟緊張對不對 那可能在哪些部分呢 就是沒有做好萬全的準備 就容易被主考官打槍 我們今天幫大家分三組 首先是創始就是基本星座 固定星座跟變動星座 首先來看到第一組是創始星座 有哪些呢 那這一組的個性特質 就是可能比較保守啦 有時候個性啦 比較冷淡一點點 或有一點無趣無聊 那會發揮在工作上 有什麼樣的狀況 求職的時候可能 你會表現得比較內斂 羞怯或者自以為是 例如說像牡羊座 牡羊座跟摩姐 可能比較有這樣的特質 那尤其牡羊比較可愛 他其實都準備好了 我們對牡羊座的印象 是很熱情很直率很天真 哇他信心滿滿的 終於要準備要面試的時候 主考官一句說 那你的作品期待了沒 不記得忘記待 所以其實他是很脫線的 那這個就打槍 那巨蟹的話呢 很多愁善感 他很不小心呢 就會在這個面試的過程中 講起了上一個工作 怎麼離職的啦 他不小心講太多 居家的一些瑣碎了 那主要好像就會告訴他說 那我覺得你可能還沒有準備 要不要回家先帶個小海鮮 那或天品也是喔 其實在內容的部分 如果能夠更充實更紮實 會比較容易重 再來就是說我們天品 比較容易呢 要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千萬不能留後路 因為天品比較容易 有不小心會透露出說 他可能還在等另外一個結果 或者其實他也在準備 研究所考試 那主考官就覺得 那你就回去 把你的事情都準備好再說 就不小心會透露 這樣的一個選擇 那再來就像我們摩羯的話呢 摩羯的話就是有時候 太拘謹了 摩羯的人他也太拘謹了 有時候他會挑列是說 我從1972年呢 就發生了什麼樣的事情 那其實本人 本人的這本工都出來了 對我的態度個性 大概就是非常的負責 然後很嚴肅 然後我對我的工作要求 我未來的目標 十年後 二十年後如何 就會覺得很無聊 所以說這種 他很專注 他幾乎就是要做 PPT的這個簡報了 所以這部分其實也容易打槍 所以說要奉勸我們創始星座 就是基本星座 這次的星座的朋友 其實呢要多笑容 有沒有發現 他們都是有點冷面笑將 他們如果多再放迷眼的笑容 然後熱情一點 活潑一點 可愛一點 其實會非常受到 我們這個主考官的喜歡 因為他們的工作態度 其實非常認真 但是這些細節 都要在工作的時候才表現出來 再來固定星座第二組 有哪些呢 像我們金牛啦 對 獅子啦 天蠍水瓶 像我們星龍大哥 就是屬於這一組水瓶的 那這一組呢 要注意求只是被打槍的原因是什麼 譬如說過於自信 然後會比較傲氣跟狂妄 因為是這樣子 水瓶座 是十二個星座裡面 最聰明的星座 所以他會讓人家 誤認為是好像 好像很狂妄敲傲一樣 對 其實 創有自信不是 因為他太聰明了 他太有智慧了 所以就會讓其他星座覺得 怎麼水瓶座好像很有自信 那個自信其實是 渾然天成 油然而成 他一出生他就很有自信 你怎麼樣 你現在是有錢 就可以胡說八道了 對 對 我朋友 誰沒事罵他 誰人可以罵他 對 好 那我就接下來進行一個 接下去的動作 好 動作太多了 動作太多了 那今天就講到這裡就好了 好 我們繼續 那個金牛的部分是什麼樣的 其實金牛也是非常拘謹的 然後他們很踏實 講話很實在 他也不跟你乞荒 但是不小心的 還是會有點過於自信的表達 還有就是說有一點忌諱 就是這個很難拿捏的 就是他會開口講報酬這件事情 開口講到薪水 那這個太敏感 不是不能提 而是怎麼提 是一個藝術 有時候拿捏的不是很好 那對方就不舒服 那再來跟獅子座的部分就是說 有時候他會穿著 穿著閃亮亮 穿名牌去面試 有時候你太雞花太華麗 其實主款官會覺得很差勁 就不舒服 所以有時候這個王者風範 那個氣勢 就是稍微收斂一點 避免太過於這個招搖 那再來天蠍就是說 其實天蠍也非常的優秀 那也很敏銳很細緻 但是他們在表現上 有時候你會發現 他一開口要講話 可能瞬間的那個氣溫就會 馬上降到冰一點 他會很冷冷的說 這不就是一個員工 該做的事嗎 就是很犀利很冰很冷很深沉 有時候那個一樣 就是點燃熱情的動作 比較動作又來了 比較需要注意的 那重點在水瓶呢 水瓶就是說有時候呢 他們在回應這個應勢的時候 有時候會過於自信 或是講話比較無厘頭 或超帥 因為他們真的是非常 十二星座裡面 最優秀的星座 所以通常他們很有遠見 所以他們已經想到 公司十年後的發展是什麼 但是問題是 現在還沒有處理好 還沒解決 所以有時候對不上 我在講十年後你們公司怎麼樣 二十年後你們公司又怎麼樣 他們不相信 結果後來他就 沒有真正得到應該 你真的好啦 我們老師一講你最聰明 你給我們講真的 你是用電腦選號還是 對 對 真的沒有處理 其實電腦選號很重要 還是用小朋友生日 真的 所以老師啊 那個你剛剛講那個 我們現在進行一個 逃避的動作 逃避的動作 對 逃避的動作 討厭 但是因為我從學生時代 一進入演藝圈 我並沒有到任何公司 好好去應徵過 明白 所以我不曉得 你這種應徵 上業務部應該可以啦 業務部喔 對 應該很適合 那我們剛剛講獅子 比較雞花一點 但水瓶就會比較容易 奇裝異服 對 就是可能就是一直就 戴個墨鏡 或是皮外套 就是他就忍不住 要把自己個線表現出來 那有時候太過樂天跟水瓶 他在回應也是常常 像剛剛 閩蓉的那個 在面試的那個 可能就是水瓶 他常常就會 Well you know 這melody真的是 一點都不 一點都不 特別 對 他就會 OK 面試我就對了 OK 就是那個東西會 忍不住辣英文 就是對 你就會覺得怎麼樣 就有點油了這樣 好 我們趕快進行下一個動作 就是 下一個動作 想說碰到一位貴人 王忠平要提拔你 就你真的買了機票到台灣之後 他 小女 你站下 好 我馬上到 我來了 好 下來 去哪裡 鵝莓 鵝莓湖 來 氣強 今天晚上我們就可以把它 建起來了有沒有 那個樹就會種起來了有沒有 櫻花就可以開了 我們趕快進行下一個動作 就是 下一個動作 變動功 對 進行介紹下一個變動功 雙子啊 雙魚 射手 雙魚 好 那我們剛好 名的太陽上升 雙魚雙子是在這一組 那比較要注意的是呢 老練油條 剛好就在講這個 然後緊張焦慮 其實啊 變動性都是非常聰明的 然後呢 聰明才智 然後再來就是說 他們最優秀的是在他們的彈性 但是因為過於彈性也代表說 比較沒有定性 那這個部分其實我們都覺得說 他們好像很OK對不對 其實他們很容易緊張 很容易焦慮 但是越是容易緊張 越是容易焦慮 越想要表現好 反而越容易搞砸 所以容易講錯話或講太多 不小心就自己爆料了什麼這樣子 哇 太煮了 對 那像我們雙子的話呢 是多才多意才華洋溢 但是會失去焦點 譬如說 我們為什麼要面試你 為什麼要招募你來當我們的員工呢 因為我多才對 我很會泡茶 很會煮咖啡 而且我會主持喔 我可以主持公司的尾牙晚會 他就失焦了 因為太多不是公司要的 不一定要 對 然後再來說處女座的話就是呢 比較完美主義 然後比較容易緊張 你一點面試 對 一點風吹草動 或煮烤官要問你一個什麼問題 你就會非常神經兮兮的這樣子 然後再來還有一件事情 就是處女座要特別注意的就是 其實面試者好多 所以呢很容易履歷 勒勒等 囉嗦版的履歷 就會介紹太多 勒勒等 勒勒等 沒有重點 就長篇大論 就是你會把你所有求學的細節什麼 其實很多的故事他們都要看 但是抓不到重點的時候就會掠過 這很可惜的地方 然後再來是射手座就是要注意 有時候會記錯路 他已經準備好了 記錯路 頂鼓站 頂西站 差很多 永遠都會跑出 他不是故意遲 他很容易遲到 但他遲到是來自於這種不明的原因 所以我已經準備好 結果睡過頭或是鬧鐘忘了按 常常是這樣 然後現在在我們雙語就是比較浪漫 有時候太過天馬行空 所以他太過重視那種 譬如說氣氛也好啦 這個辦公室的擺設啦 範圍啦 方位啊 有沒有開運啊 是不是有風水畫要掛啊 就是有時候這個部分也是容易失焦了 好 那這個部分就是要注意的地方 以上提供給大家做參考 謝謝 分析得好好喔 好準耶 敏榮結果你在香港發展受挫 碰到這個台商幫他作曲 就有機緣碰到了我們台灣的王中平 對 王中平也知道你的情況之後呢 就鼓勵你 既然香港不好發展 你就來台灣 太好了 想說碰到一位貴人王中平要提拔你 就你真的買了機票到台灣之後 他拉你去仲樹 什麼 對 仲樹 氣牆什麼都來 對 氣牆啊 對 然後幫他氣牆 因為他在那個時候在新竹 對 他有買了一塊地 當時他的塊地他說 他跟我說要把它弄成一個咖啡店 然後可是 哇 完全就是開啃的過程有沒有 對 那個過程我們都有聽他老婆講過 對 結果你真的去那邊幫他種樹跟氣牆 對 就是心裡面會有點悶悶的 就為什麼你叫我過來這樣子 又不給我介紹唱片又怎麼樣 什麼發展 這方面的東西完全都沒有 久不久 小李 你在家好 我馬上到 來了來了 好 下來 去哪裡 鵝眉 鵝眉湖 來 氣牆今天晚上我們就可以把它 建起來了有沒有 那個樹就會種起來了有沒有 櫻花就可以開了 這樣 對 你來台灣幾乎多久 來來虎虎虎有五年 這樣也五年 五年 大概兩年前 就是他有跟我說想說 兩個人不如一起去合作 我跟你兩個做一個組合這樣子 叫做Hardcore Daddy 因為他是Daddy 我就說好 那兩個人組合 就Hardcore Daddy 他要跟你做組合 對 陳其有想過了 他想 他真的有想過幫我 真的有想過幫我 那我就說 好啊太好了太棒了 終於出來了 對 講實話你有沒有欠債在做唱片 唉呦 多多少少 會有 會有 現在欠多少錢 這些不算欠 這些不算欠 叫做合作 這我們有在合作 就是我會答應他 到某個時候 我賺到的錢 我就還你多少 這樣子 類似這樣子 那當然是 掏錢出來的人 是非常不容易喔 到現在這個階段 這個年代 對呀他只問 幾乎是沒有人願意做這樣的東西 他只問那如果 那怎麼辦 那如果的話 我也會想盡辦法 我會接很多演出 我會去償還這筆債務 我寧願這樣子去拼一包 我也不要白過我的人生 是 對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林明榮 謝謝 真的不容易 來美玲老師 我們就來看看哪些姓名筆劃的人 在2018年 她的人生會有一個很大的轉直 好我們常常在講 我們比較少去看天格 天格其實主管的是我們的思想 以及我們一個公司的一個方向 以及我們人生的一個方向 所以等一下對到的人呢 這代表著說你在你人生裡面 你會重新啟動你的能量 你會重新去思考 我的未來方向要如何走 你方向找對了 你未來呢才會有大轉积 所以當我們的天格有7話8話15話16話的人 你看兩位都有 在我們的天格 我們的天格呢 那個就是我們的性加1 我們的性加1 像心的話是7話 加1話就是8話 看這個 理的話也是7話 7話加1話就是8話 所以呢 加1 加加1 好 這個以現在很多人改姓改來改去的 還是要以出生的名字為主 講到運勢的話都以出生的名字 這是義 明榮你是本名嗎 本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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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代表說你人生的方向都開始在轉變 有的呢就是你可能在這兩年 如果是投資的人 可能你在這兩年 你的方向是有一點錯 譬如說我想要發片 或者是我想要怎麼樣 它的方向可能有一點錯 或者是說你是開公司的 那你在接單或者是你在用人 可能也有一點方向是錯的 或者是說我以往我執著的 譬如說我要賣這個杯子 但這個杯子已經被淘汰了 你還要繼續做 或是我是做相機的 這已經被淘汰 現在都37產品了 就是你的方向一定是錯的 所以你必須要重新去思考 你的人生的方向 那也才會有一個轉機出來 如果你還是執著的時候 你就不會有轉機了 所以不能亂投資 不能亂投資 對 而且這個呢 我們現在對到的這些人 他這個今年剛好 他2018年剛好走到 是他未來人生的一個轉類點的方向 所以不能說我這個工作我沒了 我這個工作我做不順 我再隨便再去找一個工作 那這樣子的話就會浪費你這個運氣 人的運氣不是常常有的 是好不容易來的 所以這個方向一定要抓得準 這個抓得準就是你未來你要走的方向 還有我們走這個運的時候呢 這也比較容易是有長輩來提拔我們 有的就是可能有資金來提拔我們 或是有人找你去 我現在有項目 那我找你去做CEO你要不要去 但有一些人人家給你機會了 他還覺得說 哎呀你那個錢太少我不想去 所以就是說 當你走到這個的時候 有人給你機會的時候 一定要去把握這個時間點 好 先走出去再說 走出去再說 如果這個時間點你沒有把握住 那你可能 你經過的這個時間點就流失了 哎唷 因為篤林哥有上榜喔 他有這個八卦的天子 最近因為有一些跡象顯示 他即將到人生大轉彎了 真的假的 他即將走向舞台劇 這也是很好喔 這也是很好 你自己有投資啊還是別人 我沒有投資 那是不一樣 金屬在那邊 金屬在這裡 穿褲式褲子的金屬 我們了解一下 沒有 剛剛老師說要把握住 要把握住 要把握住 有沒有 我都要把握住你 兩天願包場好恐怖 那這個是一個轉機耶 對 這個轉機 很重要 我們如果跟篤林一樣 同樣是八卦的人 姓李啊 姓何姓武的 都是加起來是八卦的嘛 八卦呢今年是 2018年走到的是一個名氣 像篤林 篤林已經很有名氣了 但是當我們走到名氣的時候 人家會再看到我的才華 那天閣呢也代表 我剛剛講過代表的是 我們的思想 我們的頭腦 如果我在前一年給你 前兩年給你 你可能還不要喔 因為我的思想還沒轉念 沒有轉念 但是當我轉念的時候 你給我 我就會願意去接受它 因為我想要開始去突破我人生 我不想再過以往的生活 對 所以我們有這些方向的時候 你給他意見 他比較容易接受 你人就是這樣 運沒到的時候 你怎麼給他方法 給他機會 他就是不願意 沒錯 所以我們 好不容易走到這個了 你就要好好的去思考 那你未來的方向在哪裡 我會建議跨出去 跨出去 你要去接受這個機會點 那再來 如果你的天閣跟地閣都有對到的人 那2018年就是你重新啟動你人生的一個 導播權力很大 導播去的時候 導播等於是全部都要掌控 他就說我頭髮是郭富城的髮型 然後他就說 你這個髮型就是什麼髮型 你這樣子看到後面 你後面流那麼長幹什麼東西 為什麼後面還有看到髮型嗎 你後面把它整個綁起來 我不要看到你後面有髮根 我只要看到你前面有郭富城的頭就好 然後髮型是在這補弄 後面整個綁起來 整個綁起來 然後前面有一點這樣的 這樣也不對 你的天閣跟地閣都有對到的人 那2018年就是你重新啟動你人生的一個 是 因為這個是轉變我們的一個方向 然後這個是轉變我們的人脈 那如果做老闆的呢 就是代表說你的員工 你的公司體制都要重新做啟動 這個我們看地閣 但我們的地閣 地閣代表我們的人際關係 所以地閣呢 這個就是有17話 22話 26 29 這個呢在17年16年 可能你的員工 像辛龍也就全部都有轉變 所以辛龍這個是一個人生的一個大轉變 就是說你應該今年 我要轉到哪裡 你應該會有一些新的想法吧 因為有錢的 人有錢的時候想法就會不一樣 開始想過的人生也會不一樣 交友方向也會不一樣 都有重喔 而且知道 你是不是要投資嗎 就是說你的好運還沒用完啦 後面還有 一定一定 他的人際關係又在轉變的時候 我們走到人際關係轉變的時候呢 如果是在交友方面 你就會開始重新思考 我身邊哪些是損友 哪些是義友 他會開始重新去調整 確實是最近真的是 朋友都在開始在做轉變 是喔 有些朋友 慢慢會淡掉 是不是真心的朋友 要慢慢淡掉 對 有些要慢慢在增長 是 這個是要有一點智慧 如果是老闆的話呢 你要注意喔 這個代表就是說 你這兩年其實員工是不好的喔 所以你的員工可能要重新做調整 你的員工重新做調整的時候 你的事業 你的工作才會順利 很多的老闆是卡在於 他的員工 他的思想到了那裡 他接了那麼多的業務進來 但員工趕不上 所以有時候太重情的時候也不行 所以這個都是在人脈在轉換的時候 或者是你的股東有問題 或者是說你的朋友圈有問題 只要在這個時候重新去思考 人要往內修的時候 往內想的時候 你的體系到底是哪裡出了問題 你想好之後 重新去做轉變 這個未來是會有很大很大的轉機的 OK 謝謝老師的鼓勵 謝謝 敏榮要加油 來來來 但我們聽到敏榮這個辛苦的故事 他不管怎麼樣 第一步一開始 對啦 啟動了 啟動了 但是在辛苦的路 我們現在來辛龍點燈 阿姨有講到辛龍以前也是 我們來義苦思田一下 剛出道的時候 也是有走過辛苦的路 連加個油 對 加個油都很辛苦 那個時候 你看 車很辛苦 那個名字上面都是一個辛苦的心字 是 多辛苦 然後加油的時候 剛出道確實是 就買了車 但是到加油站的時候 一般可以加 大概加滿嘛 比較好跑 身上沒錢 那有賺一點錢呢 就都給爸媽了 那個時候 然後身邊就留一點點錢 留50塊 然後到加油站的時候 欸 加多少錢 就加50塊 然後就說 這個 有過被欺負喔 被刁難 我們有時候錄一首單歌 像剛剛 剛剛你在這邊 直接就可以有一個單歌的機會 對 我們那個時候要拉到 比如說拉到 台灣的中部地區的一個 一個 哇 錄單歌還出外景 出外景 那時候很講究質感的 有的要拼金鐘獎的對不對 對 對 然後那個時候 導播權力很大 導播去的時候 導播等於是 全部都要他掌控 然後呢 就叫我到 到這個 溪水裡面 你先說 林慧萍跟你一起去拍的嘛 林慧萍也有 女主角是林慧萍 沒有就是 當時八部的歌手 他拍他的嘛 他拍他的單歌 我拍我的單歌 那 那林慧萍拍的時候 是什麼情況 他拍的就是 都在花園當中 很維美 花團景畜 然後他就在當中這樣唱歌 然後手一舉 抬起來 然後導播就 你手好漂亮 手好漂亮 然後這樣 然後一轉身 這臉好漂亮 好漂亮 然後這樣唱 然後 然後一個轉身 導播都全力 就是 用 用全部的方式 讓他覺得他自己很美 通透他的美 對 那確實林慧萍那個時候很大拍 對 那 那個時候我剛出道 所以那個 導播就安排我 在一個溪水 到 就爬到溪水底下 然後 就同樣一個 譬如雅各花園 他就在花園裡面拍 你就在旁邊水溝這樣拍 你要去溪邊啊 你是溪水溝 雅各花園旁邊就有溪水 其實說穿的那個是水溝 然後那個石頭是有大 這麼大顆 也有這麼小顆的 就大顆小顆這樣 那你不可能完全的直線往前走 那總之 我那個時候又造型 那個靴子 又有根的很漂亮的那種 那個唱片公司做的造型 然後要走那個 那個石頭路 根本不可能直直線往前走 那導播設計的是說 你 他設計我要往 很豪拜的走在溪中 對 而且望著遠方 覺得說這個 理想可以實現 就這樣 有為的青少年 鄰家男孩 那個時候我頭髮還 郭富城的髮型 這 對 很好 有點我們現在行政院長這種 對一模一樣 賴神賴神的頭 然後他要說 你這個髮型是什麼髮型 你這樣子看 看他後面 你後面流那麼長幹什麼東西 為什麼後面還有看到髮型嗎 你後面把他整個綁起來 我不要看到你後面有髮根 我只要看到你前面有郭富城的頭就好 然後髮型師在這裡幫我弄 後面整個綁起來 整個綁起來 然後前面有一點 有點這樣的 嗯這樣也不對 你把頭髮整個在往上貼到 那個時候浪子高 他把我整個頭這樣貼起來 就只有看到一個臉 然後沒有髮型 導播說 嗯這樣很好 好 再跳下去 繼續往前走 所以那個時候 真的以前導播也真的很討厭 導播真的管很多 人家那個造型師唱片公司找造型師 好好做出來的形象 那你也就知道說 為什麼後來的形容會變成這樣 頭髮也不要了 不要再讓你們看到我的眼睛 是看地上還是看前面我戴墨鏡 所以那個導播印象到現在還是很深刻 但是當然剛出道的時候都會吃一些苦 我覺得這個都是滿好的 對啦 然後才會苦盡甘來 到後來才知道 才知道怎麼樣去珍惜 然後才感謝導播 那個時候原來他就已經 這麼有遠見 知道我後來會把頭髮避掉 他避掉 然後會太墨鏡 這也是滿好的 是 來來來 湯老師就來幫我們分析 哪些手面相的人 容易少年窮 中年富 來特寫給辛龍哥 特寫 辛龍哥大富 我覺得有錢人思維確實不一樣 但是這個手面相來看的話 少年雖然會比較辛苦一點 但是中年他會有個轉機 那其實有一句話說 少年得志大不幸 是因為他不懂得珍惜 不過這個手面相 當他成功的時候 他會珍惜的 來看一下 如果說你的手相 有一個成功的手的話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成功的手是長怎樣 就是 有交叉到這樣子嗎 對 簡單的就是說 他的事業線有衝過這一個 智慧線 形成是一個十字型的 對 但是他沒有衝破這個感情線 他只有衝破這個智慧線而已 代表什麼呢 代表就是說呢 這樣的人做事呢 比較腳踏實地 他比較不敢去表達自己 不過他會認真的做 埋頭苦幹 然後呢 該他做的他不會推遲 所以他可以在這個工作當中 累積到很多很多的經驗 不過呢 他的成功呢 會比較落在35到40歲之間 因為呢他的努力呢 累積了很多的經驗之後呢 有一天呢 可能長官給他一個案子做的時候 他可以發揮他的長才 別人因此地欣賞他 覺得說 哇你怎麼這麼厲害 你好棒喔 所以呢 把他的長才呢 發揮之後呢 他就遇到伯樂了 他的伯樂呢 是在40歲 大概35到40歲之間呢 給他一個機會 他就可以突破成為 那伯樂姓江嗎 這樣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對不起 我很想進行一個清場的動作 清場 沒錯 所以呢 他是屬於大器完成型的 但是呢 他還是不斷地努力 腳踏實地 所以因此獲得成功 那第二個呢 就是理智憲 這樣的理智憲的話 代表就是說呢 他做很多事情呢 他都非常的正面 那你要正面思考的話呢 要先看一下 你事業線呢 跟感情線呢 他這樣衝上去的時候 他們兩個相交會了 然後呢 再一起往這個宗旨下面延伸 沒那麼誇張吧 對 如果說你的首相 有這樣的一個首相的陷入的話 代表說呢 他做很多事情呢 是可以正面思考 例如他現在很辛苦 他會覺得說 反正要成功之前 吃一點苦都應該的 所以他不會覺得 抱怨他的環境很不好啊 抱怨為什麼他沒有貴人啊 他完全不會把抱怨的事呢 掛在嘴邊 所以因為這樣的 樂天之命呢 讓他對很多事情呢 他可以沉著的應對 所以當機會來給他的時候呢 他看得懂這個機會 他就會抓緊這個成功的尾巴 所以他就會很厲害 對 所以這是由李志文的 好那第三個的話呢 就是 是 說巧不巧 他竟然 這個郵輪 在進港的時候擱淺 然後 就那個 那個郵輪 就我們就看得到了 它是觸焦喔 然後就成了刀山 後來就 撐下去了 然後我們 我們家裡也有可以吃 所以那個時候 就變成家境 有一點 受到這個轉變 整個家裡都被查封 好那第三個的話呢 就是 他的臉呢 天生長得比較聰明 聰慧的臉 就是我們的 或者是平行的 好就是說 耳朵跟眼睛呢 是平行 或是耳朵越高的話呢 代表說呢 這樣的人很會看市面 看得懂現在的人呢 他例如說他的長官啊 或他的合作聲音夥伴啊 他喜歡什麼 他會投其所好 那我把眉型 畫下來一點就過了 哈哈 對 但耳朵高的話代表說 他中年之後 如果他少年很辛苦 但他中年之後呢 可以得到名氣 而且得到好的貴人來幫他 其實呢 閩蓉是有的 有嗎 我們辛龍哥也有好不好 辛龍哥有 他很厲害耶 那他很明顯耶 那你不應該戴墨鏡的 辛龍你去龍鼻是不是 沒有啊 還是你割雙眼皮了 沒有啊 他還有割雙眼皮 我怎麼覺得你 你是誰啊 你怎麼不像我以前認識 我辛龍啊 我辛龍啊 你是不是拉皮了 你怎麼會變了 你是誰啊 對我自己放了一點 我都不好意思說 是啊你正面給我們鏡頭看 你這樣說 這是誰啊 是辛龍啊 整個面向我變富貴耶 你知道嗎 而且憲龍哥耳朵沒有長毛 這什麼意思 這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福氣 對啊 你哪有這麼年輕的人 耳朵長毛你還不修的啊 我不知道 人家是說 耳朵長毛是一個異象 就是面向是比較 耳朵長毛很孝順 他就是因為孝順 然後他對人是善良的 所以他可以累積很多的福報 所以他是福報的壽 所以不要羞對不對 不要羞 這不要羞 可是每天都很癢耶 都會很癢 要心甘癢 不會啊 你有 但是聽覺會特別敏銳喔 你看動物 斗 或是貓他可以聽到很遠 其實有道理 淘幾公里的聲音 對 但是人的耳朵 他因為毛的震動 他聽得更明顯 所以對一個專業的 他那是因為他毛長在這裡 從頭部長在這裡 所以像這樣的很多呢 高於眼睛的時候 或是跟眼睛平行 越高越好 代表他的成就 跟他的思維 跟他的人際關係 都會非常的好 因為得人疼 那意思啦 雖然講了一些人笑話 但是大家還是對他F4手 對 鑫龍哥 好來看一下 第四個就是 有天生有領導向的 他覺得他對他的理想抱負呢 都會比較堅實而成功的 就是呢 就是鼻樑呢 鼻鼓這個地方會凸起來 其實鳴龍有一點 他有一點這樣起結 但是他沒有那麼明顯 先不要轉給導播拍一下 但是他還是有 轉側面 像劉德華也是這樣 對 再側一點好不好 有沒有看到 嗯 有鼓起來 有啊其實這裡有 這裡我有 我知道 所以他很堅持 他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對 而且他不想放棄 可是這樣的人呢 如果說他當他時運不濟的時候 他就會有一點懷財不遇 對 但是如果當他的運打開了之後呢 他的才華跟成就呢 就會一飛沖天 喔 所以像這樣的人 他太堅持的時候呢 會反而讓自己過得比較辛苦 會 我好準 真的好準 但是呢 如果你自己本身抓到季運的時候呢 好好的努力衝刺 其實你會獲得大成功的 好 謝謝 都是少年熊中年富的歌曲 是 講到閩蓉喔 恭喜你終於出唱片 但是我們聊到說 閩蓉其實出生還蠻辛苦的 說從小家境就不優渥 媽媽得癌症 全家為了救媽媽 結果親家蕩債 對 說你從小就一直打工賺錢 你做很多工作啊 什麼都有做過 其實我剛開始第一份工的時候 是每天早上要五點鐘起床 然後跑到香港的一些工廠有沒有 他們做麵的工廠 就做麵條 然後每個月的清水超低 但做超辛苦 一早上就過去打雞蛋 我那時候最開心 我一隻手可以抓四隻雞蛋 這樣兩隻 啪 啪 一隻手四個雞蛋 四個雞蛋 兩個手八顆啪下去 啪下去 才來得及 還做過什麼 我當過DJ 夜店裡面我有當過DJ 還教過英文當家教是嗎 對 對 也是就是沉默一些老外朋友的欣賞 就說你英文那麼好 你幹嘛不去教教看 還教人家打鼓 爵士鼓是我的本業 其實是我的本來 我本來就是學爵士鼓開始的 很酷喔 還洗過地啊 對 洗地是什麼 都做過 就是大樓的那樣子 對對對 在工廠裡面啊 什麼都要做 還做過小 就是我爸給我介紹一份工作很好笑 他說房地產 我覺得房地產很棒 好耶 然後去建工 然後第一天喔 老闆又跟我說 拿一大筆東西 這個 全部到外面去 見到那個柱子有沒有 燈柱 貼 貼船 你不要被抓到喔 有警察喔 你看到警察你馬上跑喔 哇 我說真的假的 還要去綁帶幹嘛的 綁一些很大的那個板子有沒有 廣告 對廣告板 對 我說這樣子是房地產嗎 我說 喔 所以做過那種 真的 或者你在香港街上貼過小廣告 都有 現在不要被抓 你真的有被警察追過嗎 呃 現在還沒有 遠遠看到就跑了 趕緊 真的都怕怕的 你是貼哪一段路 呃 在觀塘 我住當時我住在觀塘工業區 工業區 對 都很流行這樣綁小廣告啊 幹嘛貼一個什麼 趕緊看那麼緊張啊 跑啊 是 可是你一直有信念 就是你想做的就是音樂 對 其實坦白說 會有點怨天憂的 有人 呃 覺得命運對我很不公平 為什麼我會 我覺得自己不賴啊 一直覺得沒有遇到姜伯樂 對 姜伯樂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是不是這樣講就幹嘛 是是 姜伯樂 一直沒有遇到我們新龍歌 一直沒有遇到柏樂 對 一直沒有遇到重樂透的人 沒有 對 其實我當時其實是很苦 真的很苦 有一度想過的方式 那樂透是一個傳說 傳說 但不用一直提你 哈哈哈哈 沒有等一下我們私底下再提一提 好 對他來講喔 譬如說可能兄弟姐妹 大家都長大都分散 各有各自的生活跟家庭的生活 不同的發展 可是他永遠就是那個同仇 可能我們遇到年老了 爸爸媽媽可能生病了 這種臨床的照顧啦 或是照顧啦這種排單 誰做什麼誰買什麼 誰照顧生活起居都有 同仇 甚至他們熱愛父母那種 跟父母相近那種親密的感覺 是很難很難切割的 我們來問一下湯這位老師喔 有沒有什麼樣一個風水的擺設 可以幫助我們 招財旺財 對 俗話講的狼人咖 集氣咖 就是呢你永遠賺的錢呢 都沒辦法追過錢的速度 因為它跑掉速度比較快 所以我們要如何呢 來拒財招財呢 守財 其實呢有時候你賺錢很辛苦 最重要呢 是錢能夠存下來才是你的錢 那先跟大家介紹呢 如果你存不住錢呢 有可能是你的居家風水的格局呢 有三個比較大的漏財人 第一個呢就是你的大門呢 打開直接對前陽台 或直接對落地窗 這個就是很典型的叫穿堂風 穿堂風呢就是錢財一入空 就是家裡的開銷會很大 例如說呢可能太享受你的人生了 或者是你覺得呢 公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所以呢事業還沒做 但是設備買得很高級 所以變成說這個開銷 自然就會變得很大很大 所以這是一個穿堂風的現象 這也會讓你不聚財 有事沒事找事花錢 那第二個呢就是如果家裡的門窗過多 例如說呢很多人喜歡 市面採光的一個房子或洋房 但是窗戶過多的時候呢 代表你很容易四人不親 因為這樣的格局呢它不會聚氣 我們風水呢講長風聚氣呢 才可以把這個錢財呢聚起來 家裡才會變成一個聚寶盆 但是呢太多的窗戶的話呢 代表這個財氣呢全部都散出去了 然後你的財氣呢散出去之後呢 你會發現你會投資啊 人家來找你投資的 然後騙你錢的都會很多 而且你的眼光變得很不精準 就好像呢使遮掩的感覺 所以這個窗戶太多就會有這種現象 好那第三個呢就是如果呢 會露財的原因就是 大門一打開直接看到廚房 代表代表就是你的廚房的外露 彩庫外露 代表就是一種半路劫財 所以你的朋友呢 會以為你真的中了樂透 然後常常跟你借錢 然後不會還 或者是呢讓你設一個仙人跳啊 一個局 你跳進去了 你就會被劫財了 這代表就是一個開門建廚房 建財庫 很容易破財 所以呢這三個呢 都是會讓你居家風水呢 錢財不斷的露出去的一個很大的原因 那如果你有這樣的格局 或者是你想要存住錢的 教你一個方法 其實一般呢我們在大門口呢 你可以準備一個紅地墊 然後呢下面呢我們之前都教過大家 可以放上三十六個銅板 就你自己國家的銅板就可以了 像台灣的話 你用一塊五塊十塊的 那個面額都可以 要三十六美 那為什麼要三十六美呢 因為三十六美 老師你是說五十元的三十六美 還是說我可以混合裡面有五十十元 都可以都可以 面額自己訂 如果你放到門口怕被偷的話 你也可以用一塊錢 所以是在門的外面對不對 門外 門內其實都可以 都可以 放到門口呢 這代表就是前路家門的意思 但是呢 這個是大門口可以引財器的方法 那為什麼我們強調要三十六美呢 因為三十六美呢 象徵三十六天鋼 它代表就是一個 三十六天鋼是一個 我們在天庭裡面呢 它是守護這個天神的兵將 所以它具有保護的作用 而且它是一個極陽之術 那這個呢我稱之為是 三十六天鋼 那另外呢你也可以找一個風水畫 那風水畫上面呢 一定要有三十六美的金幣跟銅板 那這個金幣跟銅板呢 象徵就是說 如果你常常有被劫財啊 被漏財啊 那藉由這個天鋼的護法呢 守護你的財富 讓你的錢財呢 不要被劫走 那重點呢是這個樹啊 這個錢幣呢 是要長在樹上面的 那代表什麼 結石累累 然後果實不斷的意思 就是表示說呢 你今天賺了錢 你可以累積你的財富 而且樹呢它有根嘛 那記得喔這個樹呢 風水畫呢 這個根一定要扎得很穩 而且呢它一定要長在水上面 那這個水呢代表水來生木 才會相生生生不息 因為水還有一個畫風很重要 你一定要有金色跟銀色的河水 然後互相輝映 為什麼呢 代表就是陰陽平衡協調 然後你可以賺取桃花的錢財 然後讓你的賣通錢賣喔 所以呢像這樣的話 陰陽活水它可以滋養你的財運 那另外呢像如果說 你自己找到這樣的風水畫呢 你可以放在家中的玄關 客廳 甚至於呢有走道的地方呢 只要有這個畫作呢 都可以幫助你長風聚氣喔 那懸掛的時間呢 我會比較推薦大家 在早上的7點到9點 這是一個很大的財庫的時程 所以呢你可以在這個財庫時程呢 掛上這樣的風水畫 可以幫助你呢 守財旺財 讓你的財富呢生生不息喔 是 謝謝老師教我們方法 來來來這邊 辛龍 是 說結果你這麼會表演會唱歌 其實跟DNA有關 你爸本身是音樂人 真的 對對 我說清楚 我爸爸以前就 他年輕的時候就在美軍俱樂部 就在駐唱 對 他那個時候是 他是主唱 然後陶大偉是皮安納彈鋼琴 然後有一位金楚琳是彈貝斯 他都是很自身 那個時候 像Rambo合唱團啊 那個時候就是很早期的 我父親就是主唱 那我很感謝我父親就是 我的嗓子 我的唱的聲音 是完完全全遺傳到 我父親的DNA 所以他沒進演圈 後來他投資做生意說 投資失敗就是你家裡小時候 家裡被查譜啊 這個事情你怎麼會知道 Google 我剛剛Google看到 Google上面對我寫這麼經歷的事情 Wikipedia 因為我父親以前做生意 他沒有進演圈 不好意思傷害了你 貴公子的形象 沒有 然後呢 因為 那個時候我父親就做珠寶 珠寶生意 然後 當然是 就是說 家庭的環境是還可以 然後 有一次是 有一大米的這個 我們全家都覺得很開心 這個錢可以賺的 是多的 那個是郵輪喔 郵輪然後 然後 有幾個貨櫃裡面 全部都是珠寶 都是你家的珠寶 我們家裡 然後到台灣來 貨櫃裝珠寶 用貨櫃 然後到台灣來之後呢 然後就可以做這一筆生物 這是一筆大生物 對我們整個家族來講 後來 說巧不巧 他竟然 這個郵輪 在進港的時候 擱淺 然後 就那個 那個郵輪 就我們就看到 它是觸礁喔 然後就整個倒下來 後來就 纏下去 珠寶就沒了 你可以打撈啦 打撈啊 撈不了海裡面怎麼撈呢 然後 我們 我們家裡也有投資嘛 所以那個時候就變得家境 有一點 受到這個轉變 大轉變啦 整個家裡都被查封了 所以你爸怎麼樣也沒想到說 你能繼承他的一波 然後結果 你也可以進演藝圈出唱片 好不容易說 你出唱片的時候 結果他已經登不及了 到後來他就糖尿病 然後 就慢慢 就 其他的病發症都開始 然後就走了 然後 我還記得那個時候 他走的時候 我 我還必須要上台演唱 在台上 我知道這個事情 但是我就 我就強忍住淚水 很難 我就 還是把那個演唱把它唱好了 那一段時間 我都覺得 我 長達四五年的時間 我認為我沒有 笑的權利 因為沒有微笑的 沒有 就在台上講笑話 或者是團員之間 一些臉小尾這樣子 我覺得我是沒有資格去笑的 因為 我 完全是因為我父親 我才能夠吃吃航飯 我才能夠進演藝圈 我才能夠有所成就 但是 當我有起步的時候 他就離開我了 所以有一段時間 我是沒辦法走出自己 對 那那個時候母親很重要 母親就給我們很大的鼓勵 然後 就覺得說 你要把你自己的才華 你要 你要貢獻給大家 這個是老天爺給你的禮物 爸爸給你的禮物 那母親也是 給我們很大的支持 但也沒過幾年 兩三年 因為思念 產生心理上的這個 母親心理上的不平衡 太想念爸爸 慢慢 就是 就兩三年 然後母親也離開了 那 當我有機會可以在台上 就是比較 有 可以 可以展現才華的時候 真的想要進校道的時候 父母都不在了 對 遺憾 所以這個事情對我來說 我就覺得一個家庭 對我來說很重要 對 那現在 現在也結婚了嘛 有小朋友 尤其是小孩 我覺得這個家是一個核心 而且接二連三 在生命中出現好多喜事 想分享 對啊 對不對 孫子也出生了 也結婚了 對 OK 財富也大自由了 OK 到了我們林朱占卜的時間 來到這一題 我個人就會有一把磨起來的動作 來 美玲套石 未來一個月 我能夠逢兇化吉嗎 平第一直覺喔 平第一直覺 每次都第一直覺 都給你怕 有的人會想來想去要換 來 我們先來看第一組 好的 第一組是六顆對三顆 好 第二組是六顆對五顆 第三組是六顆對一顆 第四組是六顆對四顆 第五組是六顆對兩顆 好 來 來啦 我們要問的是 愛麗絲老師 生到這樣子的孩子喔 是父母的本事 對 好 那我們今天就從來賓的新牌 還有觀眾朋友 你的太陽 月亮跟上升 尤其是月亮喔 月亮是一個衣服關係的代表 據說你跟家庭的關係 然後你的家庭觀念 我們都可以來參考 月亮這顆星星喔 那希望星座的人呢 是能夠成為父母的驕傲 我們幫大家好 分三個名次啊 首先 太陽 月亮上升喔 再第三名 就是我們 雙魚座的朋友 屬於這種呢 我們說順孝體貼 然後無為的照顧 孝順是以孝為先嘛 欸 可是雙魚的孝順 是完全順著 以順著父母的心意 順著家庭的需求 譬如說雙魚座的朋友 可能比較常遇到就是說 可能真的很愛這個對象 但是媽媽覺得不滿意 她就放棄就犧牲 寧可跟父母握在一起 或者是說 父母在不遠遊 這永遠是雙魚座 她的家庭的觀念 對她來講喔 譬如說可能兄弟姐妹 大家都長大都分散 各有各自的生活 跟家庭的生活嘛 不同的發展 可是她永遠就是那個同仇 可能我們遇到年老了 爸爸媽媽可能生病了 這種臨床的照顧啦 或是照護啦 這種排班誰做什麼 誰買什麼 誰照顧生活起居 都有這個雙魚在同仇 甚至他們熱愛父母那種 跟父母相近那種親密的感覺 是很難很難切割的 可能譬如說雙魚座 一直活到六七十歲了 每天早上還是乖乖的 去到老媽媽的面前 去做請安的動作 對他們那一種就是說 他們真的就是呢 一定父母在不遠遊 他一定要跟父母 依靠在一起 甚至覺得死也要站在一起 那種感覺 真的密不可分的喔 所以說這種無微不知的照顧 是讓父母覺得說 哇這個真的孝順的孩子 讓他是非常的驕傲 再來我們來看看第二名 太陽 月亮跟上升 在這個天蠍 讓我們閩戎的月亮 就在天蠍 那我們來看看天蠍有什麼樣 讓父母驕傲的特質 就是堅毅智慧跟學藝超群 就是有非常建議的這種性格特質 而且非常聰明又有智慧 再來就是說呢 這個學藝超群 從小就是品學兼優的好孩子 那其實喔 像閩戎的星盤喔 你看幾乎都是 天蠍 處女 獅子 強不強 超強 因為這三個星座的特質 企圖心喔 企圖心 一定要成功 一定要一戰成名 就算一直被打槍 也要是打槍裡面的 最不打槍的王 對 就是這樣子 對 然後他們是非常可以吃得了苦 尤其是月亮在天蠍是真的很辛苦 他們基本上很大的機率 月亮天蠍的朋友 從小就是可能家境不是很優惡喔 或者是說會遇到很多的磨難 很多刻骨銘心的故事 所以當他如果闖得過 有熬得過的話 他長大真的不得了 所以說很多都是在小時候的 這個養成的故事 那這個學藝超群師呢 他從小就是我一定要光要門妹 我一定要讓父母臉上有光 所以我在學校 我就拿個什麼 考試考第一 比賽得第一 那我作品也要寫 幾個寫第一 排行榜第一 對 就算沒有第一 要拿個全勤獎回來 就是那種榮耀感跟榮耀心很重 那其實獅子座的特性也是如此 那名農的很多是 像金星火星 那種表現自己魅力特質 也是在獅子座 所以就特別特別的覺得說 這個榮耀心很重要 所以說你是吃得了苦的 我可以睡得不好 我可以住得很簡陋 但是我可能一定要有一個大銅電鍋 或者是我一定要有 東方美人茶 我覺得它好恐怖 很恐怖 這太恐怖了 就是你聽些吃得了苦 可是它有它的美感 因為我創作的靈感來源是什麼 那我至少保有這個就好了 它可以滋養我的靈感 滋養我的心 那我就可以創作很棒的未來 是屬於這個樣子的 所以說這種一成功 一定是要一戰成名的這一種 好 那趕快看看第一名 太陽月亮上升 就在我的名字 我們辛龍大哥 月亮就是在摩羯圖 好 那摩羯呢 我們就是摩羯座是屬於 這種父母教 就是在你的創造成就 跟出人投地 而且出人投地 這個頭又要又光又亮 有那個意思 摩羯就是最重視家庭觀念 而且它非常的保守 又守舊 對他們來講 家庭是他們唯一的安全感 所以他們非常珍惜 跟熱愛家庭的生活 外面的風浪再大 不知道 有一個溫暖的家在對 對 金窩銀窩 不如自己這個狗窩 所以說他如果中兩億 他呢 就會先換房子 再考慮要不要車子 因為家庭生活很重要 要讓大家可 最好父母親 再來各移動之類的 對 不止不止 最後一次開他玩笑 我們鄭重的宣布 辛龍沒有中頭子 好啦 好啦 對 真的是玩笑 好啦 真的開玩笑 對 其實他會覺得 這個重視家庭觀念 就會覺得說呢 我孝順父母天經地義 怎麼會有不孝順 這種事情發生呢 太過分了 所以說他本來就會 他會把所有的焦點 放在創造成就 那我們的摩羯可能嘴巴不甜 甚至有時候是我們的面孝匠型 可是他可能會身體力行的 去幫助自己呢 在事業上的好成績 或者是呢 會幫忙做一些家庭熟悉的 這些家常事物 來表示他的孝心 表示他熱愛家庭的這一份心意 所以呢 通常呢 我們摩羯最成功就在這裡 他會把所有的事情 都放在成就跟出人頭地 所以其實 平常這種家庭生活 只要多用心 多經營就可以 不一定要等到你出人頭地 才覺得是孝順 我覺得是這個樣子 香提供給大家做參考 謝謝老師 好棒 來 大家注意了 好 又到了我們靈珠占卜的時間 來到這一題 我個人就會有一把伯起來的工作 來 美玲老師 未來一個月我能夠 逢胸掛集嗎 我來看看 憑第一直覺喔 憑第一直覺喔 你知道嗎 每次都把第一直覺 都給你怕 有的人會想來想去 要掛哪 來 我們先來看第一組 好的 第一組是六顆對三顆 好 第二組是六顆對五顆 第三組是六顆對一顆 第四組是六顆對四顆 第五組是六顆對兩顆 好 來 新龍先選 新龍 那 先選 我就選一好了 那我也選一 你確定不換 選一 杜琳你膽子那麼大 新龍選的咧 好 來 明龍 明龍來 明龍 不曉得欸 直覺 直覺 好 Purple 來 我要選一 好 確定不換 好 我選二 二 二 好 來 我選五 我 你選五喔 不一樣喔 反正 來 老師你怎麼沒有問我要不要換啊 你要不要換呢 這樣就好了 那幫郭杏淳選一個郭杏淳選 來 我不要他是精台得主 我不要幫他選 這個黑黑的你確定不換嗎 你很煩欸 這個柱子黑黑的 確定 你現在選一個座公圍 好 開獎 來 未來學院我能逢胸化籍嗎 好 那我們先來看第一個 新龍的跟我的 對 我們先來看 這個最旺的 我們看看他有沒有旺到杜琳 好 我們來看 這個呢 在真職方面可以 逢胸化籍 真好吃 真好吃 花五百日紅 又不是乃哥跟蟲蟲 只能逢胸化籍 現在很多人會因為很多的事情 比如說股東的事情 或者是說媽媽的散養費 或者是媽媽的 到底是你照顧還是我照顧 這個錢你出還是我出 很多的事情會產生增值 這代表說 當你捕到這個掛的時候 你們現在目前的任何的增值點 都能夠逢胸化籍 這個也是很好的 就很多的事情 都能夠逢胸化籍 這個可能要恭喜你 然後我們再來跳開 我們從這個 閩龍這裡 我們來看看 我們看看呢 很緊張耶 在哪一方面能夠逢胸化籍呢 這個恭喜你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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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號入座 對號入座 你終於熬出頭了 終於熬出頭了 我剛剛看了你的運呢 在內地的運 在台灣再好一點 好感動 就給我一個抱抱 要快點過一點好運的給我 那個中二頭的感覺 給你給我 謝謝 在工作之前 可能很多的不順遂 對 或者是很多的阻礙 很多的小人 放心 都會逢胸化籍 是 好想哭耶 謝謝你 謝謝你 那我們再來看 我正式的跟你講 台灣的命女老師 比香港的準 準 不是 如果一切都應驗了 記得喔 要打金牌回來 有請打金牌 我在掛在我脖子上 我是坐著耳環嗎 也可以 一臉愛金牌 要打金牌 打金牌 真的哇太厲害了 好恐怖 真的準到太恐怖了 好那我們再來看 郭靖淳永遠不換的這一個 我看到這個 OO這個黑黑的豬子 它是在哪一方面 能夠 紅胸化籍 這恭喜的 OK啦 OK啦 很多的人呢 在今年都在質疑說 到底要離婚 要不要結婚 或者是說要不要 很多年輕人交往很久了 然後一直在考慮說 要不要結婚 還是要分手或什麼 一直在那邊流淋 這個呢 告訴你 如果說你們的感情 在目前為止 你還在考慮說 要不要繼續在一起 還是要結婚 還是要分手 那當你補到這個 掛的時候呢 代表著說 其實是可以結婚的 不要再思考那麼多 就是說你既然 既然過了這個節氣 沒有分手 那就代表說 其實這個男孩子 或這個女孩子 其實是可以增行下去的 所以你的感情 是可以逢胸化籍 是不錯的 補到這個掛 就代表說 這個方向是對的 不要再想那麼多了 然後我們現在呢 這兩個要開哪一個呢 老師你說呢 都有點緊張 有選二號嗎 先開二號嗎 二號會不會是二號 沒有 沒有 好吧 那我們來開三號了 三號我們看觀眾 我們現場還好 都沒有人選 這個觀眾朋友 如果挑到的話 這個呢 可能要恭喜你了 這個 官司請 是 你知道嗎 現在很多官司 是來自於哪裡 他的裝修 他裝修呢可能 可能有 裝潢的問題 露水了 或者走路 下面有個老太婆 你走路太大聲了 老太婆老師要來告你 或是來講你怎麼樣的 或是停個車 也會有官司 很多的官司糾紛 離婚也算官司糾紛 種種的問題 你呢 目前種種種的一些障礙呢 當你譜到這個的時候 代表這件事情 是可以逢兇化解的 人呢要逢兇化解的話 以退為進 就能夠逢兇化解 不要跟樓上硬要槓上 或什麼隔壁 停個車子 你也硬要跟他槓上 或種種的問題 你只要以退為進 你這個官司 任何的問題 都能夠化解這樣 來 再來 我們看這個 二號誰 今天一人讀的 一人讀的 還有我們觀眾朋友 我們看看在哪一方面 能夠逢兇化解 這在採 好滴 前面的錢財呢 可能會有一點辛苦 會有一點辛苦 可以有一點吃飲 但是當你補到這個掛的時候呢 你真的是苦盡甘來的 你的錢財會越來越多 恭喜你了 來 觀眾朋友 我們最後跟您推薦 李敏榮的這張專輯 對號入座 辛苦的一個歌手 我們支持他一下 好啊 我們要回來打金牌 打金牌 還給我吃 最後 這個來 這有才氣的 才氣的 你趕快提起 加持一下 沒有說要加持一下 我就是 就是 怎麼了 你想我扶你一下嗎 這不感覺大師來了嗎 這位隊主是吉祥如意 你知道幫我們灌頂其實 你叫來加持 幫你摸一下 不會兩族尊 好不好 好 那我稍微 好好 哈哈 觀眾朋友 真的有在用念 好玩大方送 我們送出這一部 幫我們賺大錢的 黃金身材樹 頭前風水化 一組 給一名觀眾朋友 我們是特別請 我們的 辛龍給你加持的 請上我們命運好好玩的 臉書粉絲團參加抽獎 是 不得了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謝謝師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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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您的收看 下次同一時間請准收看 命運好好玩 拜拜 拜拜